你心里会不会常常有这种OS 就是呢 我这么在乎它 但是它却没有办法给我同等的关注 再不然就是 我这么用心的努力工作 但是却没有人发现我的价值 再不然就是 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是因为主管不了解我 根本不在乎我 也就是说 常常在你的心里 会有一种感觉是 没有人懂我 别人一定不看重我 别人一定误会我 别人一定对我有一定的偏见 如果你心里常常有浮现 这样的念头或想法的话 那么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但是也要先跟你打预防针哦 我今天的内容 你可能听了不会太舒服 然而我很希望你 能够在听完之后 静下心来想一想 沉淀一下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心理学的现象 就叫做认知不对称错觉 什么是认知不对称错觉呢 就是一种对自己产生过度的自信 而自信的内涵是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懂得更多 懂的东西呢 特别是指涉在对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的了解 跟别人相比较起来 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都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清晰 这样的现象就叫做认知不对称错觉 曾经有心理学家做了相关的研究 而结果告诉我们 一般人会认为自己正确了解朋友的程度 会比朋友正确了解自己的程度来得高 而这样的差距通常会高10%以上 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 自己对别人的了解程度 会比别人对自己的了解程度来得更高 然而更深入来看的话 一般人认为自己了解自己的程度 也会比朋友了解他自己的程度高出10% 所以呢综合这些研究的数据 通常指涉出 我们会认为自己的理解力会比他人来得好 而这样的心理现象会让我们太小看他人的理解力 不管是理解自己还是理解这个人自己本身 所以回头来看 认知不对称错觉会让我们心中经常有一个信念就是 没有人懂我 因为你会觉得别人并不具备好好理解你的能力 然而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你又觉得你懂别人的程度比他懂他自己的程度来得高 所以你又很容易的把别人头上贴个标签 那个标签可能就是在开头所提到的 别人一定是怎么看我 或别人一定讨厌我 别人一定是忽略我 这些标签 所以你听出来了没有 当你心中因为认知不对称错觉 充满着没有人懂我 而又加上别人一定如何 这样子会造成的结果就是 你会越来越寂寞 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 跟其他人并没有连结 听起来是有点违反直觉 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跟他人没有连结 是因为自己的自信心不够 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其实你会认为在这世界上很寂寞 是因为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你太先入为主地认为没有人懂你 而且别人一定在你身上贴了标签 所以咯 当你内心深处你不相信别人真的懂你 又加上你把他人的状态先妖魔化之后 你可能就会发现 你活在一个很孤单寂寞觉得冷的世界 然而这种寂寞的感觉 事实上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要避免这样子寂寞的感觉 我的任务不是要提供给你一些 心灵鸡汤之类的东西 我要告诉你的是 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做法 那就是打开你的眼睛 先不太预设地去观察别人 怎么观察呢 事实上如果你对我课程熟悉的话 你会知道我有一门课程叫人际回应力课程 这门课呢会用有系统的方法 教会你怎么样看懂别人真正的情绪 也就是说你对他人的理解 从你原本自己主观性的 因为认知不对称错觉 产生的一种对于自己的评估太过有信心的状态 而回到别人的讯息到底呈现什么 不是用猜的 也不是用预设立场的 当你能够真正的看懂别人 你会发现别人的想法 或者是别人在你身上所贴的标签 可能跟你想的会很不一样 所以呢话说回来 要能够让你不寂寞 最重要的起始点就是在于 你要跟别人能够开始产生连结 然而连结的开端 并不是打鸡血给自己喝心灵鸡汤 而是开始学会怎么样观察 怎么样真正的看懂别人的状态 如此你才能够真的跟值得的人 好好的相处 好好的互动 其实要避免寂寞 不需要是左右逢源 到处都是朋友 知心的跟你能够靠近的 就那几个也就够了 但是多少时候 我们那仅有的朋友 不也常常因为自己的偏见 而造成的误会 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远离我们 不是吗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更希望你能够把握 人际回应力 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对于 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分享到的人际回应力课程 我们下一期是在8月10号开课 这一次我们很难得的 把开课时间安排在礼拜六 而且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 这一门课的名额也已经在倒数了 所以很期待你能够把握 这难得的机会 期盼在教室能够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